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当前利率已经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不过联储局表示提升利率的可能性已经增加 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联储局可能在12月份提高利率的讯号 联储局重申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提高利率 这个过程都会是循序漸进的 各个央行行长将低利率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 有门提高利率则可以起到刹车作用 防止经济或向高通胀或者股价虚高的情况 在联储局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美国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曾经就此进行辩论 日本银行为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制定财政政策 该行官员调整了它的调控方式 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以应对通货紧缩的问题 并且继续为民众创造更为便捷的借款方式 来说明借款借创业或者是购买房产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消息 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央行行长 正在应对全球经济增长 以及国际贸易放缓的难题 该组织专家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 全球经济预计今年紧增长2.9% 在2017年预计将增加3.2% 比之前的预期慢了 0.1%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专家都表示 低速增长已经打击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 这两个群体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降低之后 将会对未来的投资和消费造成损害